世大運跆拳道奪童 南牌不敗 台湾南牌整強 昨天世大運已直落三擊敗捷克 只花了68分鐘 預賽五連勝搶下分組第一 八強賽將首先對上致力 我們想說 回去的時候再從他們的錄影帶上面 再去做一些分析 台灣世大運第一面獎牌昨天出爐 初次參賽的19歲廖文軒 在跆拳道品質項目摘下銅牌 決賽打金剛型和太白型兩種套路 他以平均7.57分一直穩居第二 最後才被南韓和土耳其選手幾項 和土耳其選手並列第三 棒球昨天對捷克打不滿五局 英語取消 台灣四局王還以3比1領先 原本只要撐到五局就有機會才一定勝出 被對手故意拖慢比賽 明年下午4點重新開打 今天將和美國隊交手 體操男子調換決賽 台灣選手陳志玉只拿下第五名 跟獎牌擦身而過 東新聞綜合報導 向蘋果爆料最有力 照片1000元影片2000元 獎金送給你 我在捐款 每週點閱數最高前三名 正送你iPhone6手機 人人都是記者爆料一舉數得 爆料請打電話或APP電郵等各種方式